接下来我们到另外一个层面 目前中国传出了风声 已经研发出来了极音速的导弹 这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其实这种南宇防御的导弹 其实中国不是首发 他不是发明者 例如什么 例如俄罗斯在去年我们有谈到 他有一个海燕级的核动力导弹 核动力导弹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他一发上去 他可以持续要地球转 转多久 转好几年 只要他想到哪一天 他觉得要打谁的时候 再让导弹去打就可以了 打到一半 射到一半 他觉得哪里不对劲了 又可以让导弹再转弯 飞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说俄罗斯核动力导弹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想打哪里 而且他可以随时变换目标 你根本没有办法防御他 因为相信各位在报章码杂志都有看过 所有的飞弹防御系统 都是要预先知道 你的飞弹从哪里发射 那么他就可以推算出来 你这个飞弹会在哪里着陆 所以说他可以放一个 比如说萨德系统 美国的萨德系统就给你反飞弹 但是像俄罗斯海燕级 或者中国的极音速导弹 他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所以说他想打哪就打哪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好吗 当然这个东西海燕级 有没有比中国的极音速导弹还要强 理论上是比较强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假设他真的是极音速导弹 他也没有办法像俄罗斯导弹一样 在太空中飞那么久 然后再去打谁就打谁 他一定有一定的时间 因为他的燃料 据说他不是核动力的 说是不一样的事情 当然中国有没有承认这个新的军事设备 也没有承认 为什么 因为他是说他只是发射一个可以回收的 可以回收的这个太空设备 当然这个东西你只要设上去 你又可以收回来 跟你设上去再设下来 其实差异没有很大 因为下来都是要重力加速度 所以说基本上的差异并没有很大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以现在所有欧美的武器跟他们的海军或是陆上系统 在中俄两国这种军备的武器之下 包括海燕或者是极音速导弹 已经没有显得太大的意义了 这就像什么呢 这就像中国以前大清朝对抗日本的甲午战争 中国展现了一个什么强大的意志力 足起了人肉长城到数量上 那中国人一定是比日本人还得多 大清的勇士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每个都小勇善战 论打仗他们也是冲 一定是什么勇猛的 不会贪身PASS 一定往前冲的 至少是打日本人嘛 对不对 但是最后还是败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武器的等级差了好几个街 你拿大刀去冲上日本船舰 对你很勇猛 你可能还是什么超级刀法 但是人家有一挺机关枪 你怎么跟人家打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武器差很几阶 所以最终大清朝是败的 而且还败的很难看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欧美现有的军备实力 是没有一个可以防御中国的锦衣素导弹 以及俄罗斯的海燕导弹 你就算你开了航母 浩浩荡荡的带领了你的打击群 进入到了人家的门口 但是对方导弹比你早不要偷太多 比你早半天射到天空去 那么你家的屋顶什么时候被打穿 你也没办法去知道 这个是他们现在的状况 所以现在美国来说 针对中国跟俄罗斯交好了此时此刻 对亚洲的绝对优势的军事力 基本上是已经丧失了 其实在更早以前 中国的东风航母杀手的导弹 就已经足够抵抗欧美的 无论是他八国联军也好 十六国联军也好 基本上已经对中国没有绝对的优势了 真的要打仗 来一个打一个 来四个打两队 很多人还在讨论 如果中国动用武力来针对了台湾 美国有多少时间去反应 专业的评论家认为 美国在国内要先开会 通过授钱还有一些行政流程要跑 至少需要两到三天 然后军力投放到台海附近 那个时间在另外去算 但是这个问题老师是这么想的 如果真的美国去用 中国如果真的是用武力来去收台的话 美国的确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来应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们的流程是这样 但是他们关门讨论的是什么 他们关门讨论的是 理论上老师个人认为 他是会讨论如何让拜登 是一个人去扛这个锅 然后接任的人如何甩这个责任 都甩在拜登手上是最好的 不会有人认真的去讨论 要投放多少兵力来台海 为什么 因为中俄联手 老师过去讲过 他这是一个世界无敌的状态 而中俄又是属于存亡此寒的关系 两国领土基本上只隔了一个外蒙 基本上他们的接养状况是很强的 没有理由由中国单独去面对欧美的挑战 然后俄罗斯在旁边一边喝了福特加 然后人眼旁观中国被围剿 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而中国呢 而中国呢 他会不会去联合俄罗斯呢 这个当然现在目前状况是这样子的 当然俄罗斯他也不用真的去介入这个中国跟欧美之间的战场 他只要怎么样 只要把战舰跟潜艇还有这些导弹 放到他们自己领海里面 然后靠近日本一点 然后靠近那些列强一点 这样子就已经足够让欧美的联军下的不轻了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力还是赢过欧洲好几个阶段 当然他够不够美国打 单打独斗 俄罗斯也不是美国的对手 这个是实际上的问题 军事力是这样 但是美国跟俄罗斯没有接壤啊 俄罗斯他的坦克部队是可以直接碾压现在所有欧洲的军队啊 所以说对于欧洲太阳他不能让俄罗斯起了杀刑 这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说俄罗斯他会不会让美中国一个人去承受欧洲的压力 欧洲也不会让压力直接对对中国 因为俄罗斯在旁边 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压力的 这个怎么样说更详细一点呢 我们可以从最近的中俄联合军演里面来看 他们中俄的联军啊 两次通过日本的领海 一次通过日本的金钦海峡 一次通过日本的大鱼海峡 这两次的通过 相当是给什么日本他的国家画了一个圈圈 怎么样从这边出来这边进去画了一个圈圈 都给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威吓力 所以他们的战绩也紧急的升空 但是美国并没有办法针对事情发表太多的言论 是说是言论 他没有办法说太多话 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中俄的联军去给你自由航行 也只是仿造美国跟英国 他们的之前在中国南海地方所使用的自由航行 也包含台海中间那边 美国也使用了自由航行 所以说这叫做无害通过 那只是现在中国跟俄罗斯一起做这件事情 而从这件事情我们要分两边来看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如果这次所有的船舰保持一样的数量 但是过去经过日本的这些军舰 全部都是中国单一的国家的军舰 他就航行过了日本给日本画一个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 这肯定会让美国跟日本一定会大作文章 怎么样 大肆薛扬中国武力扩张论 然后不断的谴责中国群体而攻 说大家来看看 这个中国狼子野心啊 昭然落街 对不对 这军舰的拍打我们家门口了 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来挺日本 我们一定要来去去怎么样去抵制中国 对不对 这实在太可怕了是不是 这个舆论战就起来了 但是如果中国跟俄罗斯一起联手 结果就不一样了 当然重要原因也是跟老师刚刚讲的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是足以问底天下的 不要说什么军舰 这个海战啊 现在是俄罗斯的软肋 因为他现在发展的没有过去苏联时代这么好 就刚刚我们刚刚看第一段所说到的海燕导弹 跟他坦克部队 就足够让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倒抽一口凉气了 因为这些导弹跟他的坦克部队 就像悬在天上的刀子 跟你在外面开的吉普车 随时冲到你家来一样 你看得到他 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掉下来跟冲进来 你根本完全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 那么从这里看 中国跟俄罗斯联合手的军演 无论你想讲什么 你都必定会同时指责到俄罗斯 你骂中国人 那你骂不到俄罗斯吗 因为他们两个是联合军演啊 说这个部分尤其是欧洲国家 在能源短缺的现在 急需俄罗斯打开北溪二号的开关 把天然气源源不绝的送到欧洲的此时此刻 毕竟会比较谨慎的去看待 而目前北溪二号的管线 他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充气完成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 这个管线这么长啊 他必须先把里面的管线 然后所有天然气全部灌满 这样子的德国准备好 他就可以把阀门打开 然后直接接收天然气 这个对俄罗斯来说 德国绝对是一个上好的优质顾客 怎么讲 因为德国人做事做生意 他绝对不会赖账 说多少钱我就付多少钱 我拿多少我就付多少 当然我也不会多给你 当然我也不会少给你 这是很准的事情 但是乌克兰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乌克兰这个顾客怎么样 收货不付钱 还说你货品短少 还要你退换货对不对 而德国现在手上有了北溪二号 当然德国也有一个责任了 怎么样 他就有一个责任是怎么样 要让全欧洲有源源不绝的 不于匮乏的天然气的责任 因为德国他是首先去接到北溪二号 所以德国跟俄罗斯 虽然是二战以来的四仇 但是对于能源议题这方面 俄罗斯跟德国可以说是利益的共同体 所以中俄即使给日本画了一个圈圈 日本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你也说不出 因为美国老大现在同样也是有苦说不出 谁能够想到你中国跟俄罗斯 居然可以联手去让日本绕一圈呢 对不对 这个是想都没想到的 而刚讲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 中俄一联手绕了日本一圈 就发生了国际上军事的一个质变 什么样的质变 因为这个世界上联合国并没有规定 每一个国家你可以办底的军事演习 或是国跟国之间的联合军演 还有什么规范或是次数的限制 所以今天中俄可以联合军演绕了日本一圈 那么明天可不可以在澳洲也绕了一圈呢 或是首签索去欧洲的外海也去放几个烟花呢 老师还是说一件事情 中俄联手是天下无敌的组合 但是这种联手 他们也不会把它写成白纸黑字 变成军事同盟的条约 如果他们只要签下去了 那么整个世界又会分成几个势力集团 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办法去对抗这些中俄的恶霸的军事力 对不对 万俄的共产党加上前共产党 对不对 都太可恶了 我们要对抗他 那么这样状况之下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进入倒数时机 知识体大 所以说中俄目前来看 他们绝对不会去签军事同盟 当然他们也不会放弃合作 因为他们两个只要站在一起 全世界都得倒抽一口凉气 尤其是日本他就得瑟瑟发抖了 所以说这次的中俄联合军演 他却只绕了日本一圈 那么他没有去其他地方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谁给我在南海放烟火 下次我哥俩一起过去走一走 怎么样 我一个带大饼 一个带烧酒 对不对 去你们家门口绕一绕 是不是 所以说中俄两国他们派出去的军舰 其实也不用太多 也不用跟你比数量 只要欧美的一半 就足够让这些欧美国家到西口凉气 为什么 因为天空上面还有一个 不是极音速导弹 就是核导弹 这两个东西什么时候打下来 你也不知道 说他们的海军过去 不用跟你拼数量 所以说很多人说 他们要去拼军事建设 或是国防预算大增 其实对这两个国家来讲 他们的武器的质量 如果是高对方一两阶的 基本上他就不用跟你拼数量 对不对 就跟大清朝你拼再多的兵勇 你也比不过日本人机关枪 这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好吗 而中俄这次的军演 为什么要把日本当成杀鸡儆猴的对象 当然日本是中俄两国的共同的对手 一个是什么样 一个是历史仇恨 开玩笑 南京大屠杀 此仇不报 非君子 另外一个就是领土的争议 也就是日本北方四岛的跟俄罗斯的争议 所以说东算西算 为日本一圈最划算 而为什么不是绕台湾一圈 绕台湾一圈不是更让美国跳脚吗 当然这是因为对俄罗斯来说 现在不是他对台湾问题有所表态的时机 因为对他来讲 保持模糊空间 是对俄罗斯的立场是最好的 毕竟欧洲还是有舆论去支持台湾 对抗中国 这个是两边的事情 俄罗斯现在也没有必要去加入这些争论里面 加入了他也捞不到好处 所以是说他们还是觉得是说 无论如何 军演的状况 还是以他们的俄罗斯的领海之内 最多到日本那边逛一圈 基本上是这样子定论会比较合算一点 那么这次演习的公告范围 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什么样 他由美国的驱逐舰 也想要进入了什么 也要进入了他们的一个射程范围之内 然后这美国的驱逐舰 那他最后是怎么样的 最后是被俄罗斯驱离了 那这美俄两边的军舰 他们最近达到什么地方了 最近只达到60公尺而已 就都不足百米的距离 这美俄两军就开始对峙了 但是最后美军还是选择折返 为什么呢 因为美军他是不得不去 就像刚才讲到说的什么 美国他对中俄联合军演的绕日本一圈 他虽然话不能讲什么 因为美国才刚刚做完这件事情 但是他实际上什么都没做 那也不行 所以他还是得派一个驱逐舰 进入他们的设政范围里面 表示一下怎么样 美军是有威严的 当然要驱逐美军 为什么不是中国一定要俄罗斯呢 因为这是属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历史仇恨 然后这个在二战的历史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而美国真的会不顾一切闯入俄罗斯的海域 然后去跟他们发威吗 当然也不会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比任何人都知道 俄罗斯人打仗 从来没有给你故作姿态 或是给你虚谎一招 俄罗斯从过去的苏联的历史到现在 就是不方便跟你争枪争刀的 给你开火 那他也可以怎么样 直接开了军舰去给你对撞 给你撞个鱼石网破 玉石剧焚 他也是在所不息的 这过去有没有经验 当然各位知道 过去都有这个先例 对不对 那过去都有这个例子了 那我现在多抓你一两次那也没什么 对不对 反正以前也做过了 是不是 所以说美军他也只是发表一下 好我准备起 我的战旗准备起来 我拉彩旗了 我准备起来了 对不对 代表说我有来这边做事 不然怎么样 不然我后面的日本老弟他吓得不轻 我现在不派我的金剑来闯入一下 然后帮他壮壮胆收收金 那大家也可以记好就收 不然后面的日本老弟他可能吓到就要送医院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个讲话是比较夸张一点的 但是实际上 美国是也必须要有这个做法 不然你像英国那次是被怎么样 被俄罗斯直接发射给你驱离了 那就很糟糕了 而这次日本被划圈 如果这么美国也真的什么都不做 连去表态都没有 那么你后面要叫日本人去买你美国的公寨 那是不是也比较难说了一点 因为既然身为大哥 你要来保护我 对不对 那你至少该做些什么 你都不做也不行 所以美国还是做了一些事情 只是他台面上他不能用讲 他只能用行动上去讲 而美国自己的局面 现在也是蛮尴尬的 这个世界上除了日本跟英国这两个国家 现在还是持续的收美债 但是收的也不多了 因为大家都到极限了 现在有很多国家看到美国的态势的确也不怎么好 已经开始的减持了美债 这个我们前几周的直播大在问里面有说过 美国提高举债上限 那个是一回事 有没有人买你的债 又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提高上限 它是怎么样 它里面是有一定的额度 是需要海外的一些国家帮他买的 大概比例是40% 那他的国债60%是他们国内可以消耗掉的 但是你没办法全部消耗 不像日本 日本是大部分都是由日本的一个财团去吸收的日本的公债 所以说日本公债它虽然很高 但是怎么样它也没有欠别人太多钱 所以说日本它的公债虽然债台高足 但是它的稳定度是很高的 日元的币值一直可以稳定住 这个是美日两国他们的差异 但是美国必须要40% 因为它的金额很大 所以说它需要别人来去消耗掉这些的一个美债 不然它就是完全取消了举债上限 没有人买那也是没有用的 而现在包含了阿拉伯世界 跟这些还有其他的一些富有国家 都已经减持了美债 不断的开始慢慢的消耗一些美债 这对美国来说 就是一个财政上雪上加霜的现实的困境 就像什么呢 就像一个富二代 我花钱花习惯了 我每天就给花个三五千一两万的 但是呢 现在家里没钱了 你不要说一两万了 对不对 你今天餐钱可能就变成只有一两百 对不对 你还得去当一个勤劳的打工人 那么他过得当然是很不开心 他一定要想办法去弄一些钱出来 就像怎么样 因为老师之前过去研究我们大清历史的时候 就发现大清的亲王 亲王也是一次最高的侯爵了 对不对 在中共建国之后 这些亲王还沦落到来去开公车 对不对 那他为了生活你也得去做 但是呢 都会去这么任劳任怨嘛 也有天皇贵奏 怎么样 我既然是爱心极罗家族了 就算你我现在没有皇帝了 但是呢 我还是一个贵族嘛 所以说我还是要维持我的排场 当然最终也是花光一切潦倒而死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成败那是英雄的事情 我们百姓啊 其实也只要追求怎么活 那才是我们的天地 对不对 整天民族民族的呐喊啊 其实 喊人再多你超商的超市的物价 你还是不断的上涨 对不对 该断的地方还是给你断电 只是换个名字叫做有序供电 对不对 或是呢 在另外一个地方换个说法 叫做有人去踢掉的电线 或是呢 有什么鸟去撞到的电线 对不对 导致被停电而已 是不是 所以说很多事情啊 我们还是要知道 现实的生活跟 与大环境之间的 他连带关系是在哪里 有些时候我们只能知道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们可以从外部的改变里面 知道我们自己要做 怎么样去改变我们自己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对不对